科幻术品中看到的视觉冲击 转化为艺术创作的养分 从电影中 黄冠威不只看到想象力与酷炫的特效 也在看完每部电影后 对现实进行反思 并琢磨人和科技之间的关系与想象 在看完一部科幻片后 特效会为我们带来视觉上的满足和刺激 它将印象深刻的画面存于脑海中 在现实生活里 手中的物品与看到的物件 甚至在五金行看到的零件 都可能像科幻电影般 激起它脑中神经 勾起曾看过的电影画面与特效场景 进而思索如何将物件与作品结合 这样的连结习惯 便是它与脑中科幻画面的互动机制 藉由一颗颗的铁珠 焊出它的生化战士与科幻世界 黄冠威认为圆或球的形体 隐藏在日常生活中 从宇宙的星体到生活中的契机车 甚至人体都有它的存在 在没有受到外力的干扰下 物质会自然而然地缩成圆体 因此 圆不是人工形态 它是自然界秩序下的产物 这些球体与人们有着神秘的距离感 它是组成物件与人体的元素 却在现实中为肉眼所不能觉察 时方新闻记者来英荣台北采访报道